离开了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之都Bowen以后呢 我们驱车来到了瑞士的Geneva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日内瓦 如果你想寻找你梦想中的童话般的瑞士呢 Geneva可能真的会让你非常失望 这是一座既不现代也不古典的城市 这是我们入住的一家现代艺术风格的酒店 看上去还不错 特别是它的两尊雕塑呢很吸引我 瑞士这片土地的历史呢 其实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 早期在这里活动的人类呢 有开尔特土著 然后呢又先后受古罗马 热尔曼法国文化的影响 所以瑞士呢有四种官方语言 德语 法语 意大利语和罗曼诗语 日内瓦因为紧挨着法国的Burgundy地区 所以这一块区域主要是说法语 这是日内瓦著名的名人墙 墙上的雕像是瑞士宗教改革的先驱 紧挨着日内瓦大学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日内瓦湖 湖中心巨大的喷泉呢 是这座城市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日内瓦一日游坐游船 欣赏两岸的风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吗 还能给你一个台湾 所以我acas在了一下 罗ihat家人 和自己听 olduğ方评论 然后你还会看到大名鼎鼎的传说中的日内瓦湖上的白天鹅 这里的点心非常值得推荐 做得非常精致烤旧 而且非常健康 作为下午茶点来说 它的份量不是那么的大 有一些小的那种Burger 就像大拇指那么大 还有糖放的也并不多 有一些东西还是咸口的 另外瑞士的巧克力也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不要错过品尝地道的瑞士巧克力 总的来说感觉到瑞士的食品非常的烤旧 然后在用糖和分量上也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瑞士的人看上去大多数都比较瘦 这次旅行我们参观历史人文博物馆的重头戏 是在意大利和法国 所以来瑞士也没有别的太多的事情可以干 就是吃吃吃 我们来这里每一顿正餐都是中餐 没有想到在这里有非常地道的中国菜 我们打卡了三家中国餐馆 每一家都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这家叫香芋的中国餐馆 做得非常的好 这把喝足之余呢就是到处闲逛 关于瑞士我们还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人均月收入呢在七千多美金以上 但是消费也是很高的啊 这一路我们走的地方应该说瑞士是消费最高的 另外我们也知道两百多年无战争 它的银行业钟表业都是非常发达 世界领先 这次旅行关于瑞士 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地路过了日内瓦 更多的精彩呢是在意大利和法国 这里停留两晚之后呢 我们的下一站呢会去到意大利的米兰 那好了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 感谢您的观看 记得订阅点赞转发哦